亲爱的弟兄姐妹与观众朋友平安 很开心又到了我们马太福音圣经课程的时间 今天我们要进入到第25讲 我们要查考的经文是在马太福音第7章13到29节 我所要传讲的题目是耶稣的比喻 如果亲爱的朋友你手上有圣经的话 可以让我们一起打开马太福音第7章 我们要从13节读到29节 那我们用祷告的心一起来攻读上帝的话 你们要进窄门 因为引到灭亡 那门是宽的 路是大的 进去的人也多 引到永生 那门是窄的 路是小的 找着的人也少 你们要防备假先知 他们到你们这里来 外面披着羊皮 里面却是残暴的狼 凭着他们的果汁就可以认出他们来 荆棘上岂能摘葡萄呢 吉里里岂能摘无花果呢 这样凡好树都结好果汁 唯独坏树结坏果汁 好树不能结坏果汁 坏树不能结好果汁 凡不结好果汁的树 就砍下来 丢在火里 所以凭着他们的果汁 就可以认出他们来 凡称呼我主啊 主啊的人 不能都进天国 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 才能进去 当那日 必有许多人对我说 主啊主啊 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 奉你的名赶鬼 奉你的名行许多义能嘛 我就明明的告诉他们说 我从来不认识你们 你们这些作恶的人 离开我去吧 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 好比一个聪明人 把房子盖在磐石上 雨淋水冲风吹 撞着那房子 房子总不倒塌 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 凡听见我这话不去行的 好比一个无知的人 把房子盖在沙土上 雨淋水冲风吹 撞着那房子 房子就倒塌了 并且倒塌得很大 耶稣讲完了这些话 众人都吸其他的教训 因为他教训他们 正像有权柄的人 不像他们的文士 亲爱的弟兄姐妹 当我们读了这一段 我们有一点想象力 仿佛回到两千多年前 在耶稣讲这比喻的现场 是何等的生动 是何等的活泼 当时的群众聚精会神 认真的来听耶稣的讲道 讲这些比喻 耶稣可以说是一位非常棒的 一个讲的说故事的高手 讲得由浅入深 讲的是会非常的精彩 而且他可以用最浅显的比喻 说出了上帝国度的真理 那我们今天感谢上帝 我们有主的话语成为文字 所以我们可以反复的阅读 反复的思考 我们也更盼望 我们就在他的话语当中 对真道有最完全 最有深度 也最有广度 在我们生命内化的过程里面 产生我们对他的渴慕 产生我们自己的价值观 人生观的所在 因为人的受造 不是只有在吃喝而已 人的受造 还有一个有灵的活人 要与这位上帝生命的连结 而上帝的话 却供应了我们生命的灵粮 所以感谢主 我们透过今天 耶稣要讲的这些比喻 让我们扎实的领受 所以圣经里面常讲 神的道是要让我们扎心的 扎心啊 不是听了我们蒙点头 觉得开心而已啊 有时候那个扎心 是直指我们生命里面 有关罪的问题 所以基督徒是对罪敏锐 基督徒是渴慕上帝的圣洁 是渴慕他的真道 我们古代的华人 在寻巧真道 希望天能合一 总是遇到了一个瓶颈 越不过去 如今耶稣基督道成肉身 我们可以透过基督 不单单天能合一 而且享受那属灵的 属天的福分 属天的丰盛生命 所以这个天能合一 就是圣经里面我们常讲的 以以马内力 不然就是神与我们同在 用圣经的话 用我们华人文化的话来讲的话 就是天能合一了 感谢主 上帝透过他的爱子耶稣基督 用最浅显的话语 最浅显的比喻 使能能够明白上帝的真道 在开始的时候 十三十四节 在第一大段讲到 耶稣指指 人的生命路程 可以说只有两条门路 当耶稣用这些比喻 跟会众传讲的时候 这也是上帝 这个步道法 是耶稣用的一种步道的模式 我们传福音 总是希望 有最多人来聆听 跟接受 但耶稣在这两条门路的比喻里面 他非常斩钉截铁 告诉刀石的群众 这福音的路是窄的 是窄路 是小的 找着的人也少 表示说 福音不是人人得着 人会因为罪 把这个道挤住了 人有很多自己的谋算 人有很多自己的想法 所以我们看到 福音是广传 但是找着的人少啊 福音的路是窄路啊 是小路啊 当耶稣这么讲 难道 耶稣不希望有大批的群众跟随他吗 如果我们今天想要在这个社会 阳明里外 我真的巴不得所有的人都来跟随我 都认同我 来支持我 可是耶稣在比喻开始的时候 是你们这些人来跟从我 但是你们真知道福音吗 福音是要尾声的 要付代价的 是窄路 找着的人也少 所以 看到 耶稣不是说 他只要 多数的人 那个量的增加 耶稣他不是秘密的 这个来招收门徒 耶稣 他是 他要走遍大街小巷 是 但是他很清楚的知道 要真正尾声的门徒 来跟随他 当耶稣讲这比喻的时候 耶稣 不会用 非真理 但却合乎人心 的那种夸张法来讲到 有时候我们希望得到人家的认同 我们讲了很多符合他期待 他希望听到的内容 但却不是真道 那他觉得 我认同他 我吸引他 用一种夸张的方式 让他来接受我 耶稣直接就是真道的传讲 因为耶稣在道成肉身之前 他就是道的本体 他不用人心的期待来讲道 耶稣讲这些比喻 指出了人心 总是想要听那好听的 总是想要听 满足他们欲望的 满足他们利益的 符合多数人所期待的 耶稣 不是要这样的人来跟随他 所以今天我们传福音 我们不是只是为了量的增加 如果生命没有改变 生命的值不是重生得救 这样的量 这样的人数 反而在教会里面 会制造更多的问题 因为生命没有改变 耶稣要的是真实的重生得救的儿女 愿意尾身来跟随他做门徒 耶稣他在讲比喻的时候 他也不是故弄玄虚 讲一些反话 好像去制造一种思想上 观念上的冲击 造成一种大家讨论的现象 或者是好奇 甚至导致敌对者对他的攻击 来产生一种话题 让他成为知名人士 耶稣不故弄玄虚 不搞这一套 耶稣他的与众不同 是他是上帝的独生子 他是就是那个是 耶稣不要用外在的现象来做吸引 耶稣是实实在在在讲福音的 所以这载路 为什么叫载路呢 听到道有些人觉得很好 但是他觉得我有什么罪 他都觉得别人有罪 他是没罪的 耶稣指指每一个人都要认罪悔改 当我们愿意承认自己是罪人 承认自己与神之间的隔绝 承认我的私欲 承认我的自以为义 承认自己不归荣耀给神 这就是载路的跟随 所以无论你是高官显赫 或者是基层的贩夫走足 人要懂 人如果要得到这生命之道 就必须要认罪悔改 所以在之前几次的传讲里面 我们有讲到 不管在耶稣之前 要因性诚意认罪悔改才得救 在耶稣之后 我们也是仰望这位 已经创始成中的耶稣基督 因性诚意认罪悔改才能得救 就年耶稣时代 耶稣的母亲 耶稣的弟弟 他们也必须要认罪悔改 因性诚意才能得救 所以人要得永生之道吗 就要走纳载路 承认我们与神的隔绝 承认我们是罪人 所以我们基督徒在受洗的时候 就是一种在众人面前的宣告 我是罪人 我接受耶稣基督 做我个人的救助 到15到23节 耶稣再讲到两种果树的比喻 耶稣要百姓防备假先知 这表示当时的世代 有各种形形色色 自称为先知的人 甚至连选民都被迷惑 他们进入各会堂 在教会间说上帝如何跟他说 而这些假先知 谁会自己承认是假先知呢 所有自称为先知的人 包括假先知 他一定要以最近前的 所谓外在的态度 来吸引人 来告诉人 他是上帝的先知 他们刻意包装 印查 甚至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是假先知 而自欺欺人的 可能都有 那个时代 一定充斥了这样子的假先知 所以耶稣告诉百姓 告诉会众 要小心 要查验 不是谁自称先知的人 讲的话都要信 耶稣基督提出了一种判断之法 假先知 是外面披着羊皮的狼 他的本质是狼 他要透过这些会众 来 得到某种的地位 享受到这些会众 对他的供养 享受到这些会众 对他的摆上奉献 对他的信任 可是他是狼 他只是披着羊皮的狼 里面是没有羊的生命 没有得救的生命 没有基督的生命 他们看是 听起来他们的道理 仿佛讲的是对的 头头是道的 但却没有生命的见证 在我们的文化里面 我们就说那就是神棍了 讲得到 头头是道 可是没有一件他自己做得到 他要享受美名 享受地位 享受财富 可是真的要他付代价 面对苦难 为了会众舍命的时候 这个假先知才会真正的被揭露出来 所以耶稣就说我们要凭着他们的果子 就可以认出他们来 所以主要我们在心中的查验 不是讲完了 就是了 而是假完了 看他生活当中的生命见证 他有实践出来 他有做到一个神儿女仆人的那种生命榜样与见证 主告诉我们 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可以具备的能力 在祷告的当中 圣灵的内住 那我们可以有这辨别诸灵的能力 那我们可以查验谁是真的先知 谁是假的先知 不是谁讲都相信都接纳 所以那我们来学习灵巧相舍 我们当然寻量像鸽子 对真正出于上帝话语的仆人 我们接纳他肯定他 但是对一些有恶意要欺骗我们的假先知 我们要灵理的查验 假先知一定会高喊真理 假先知一定在人的面前看到 他就是说我就是上帝的仆人 但是基督徒可以同感一灵 我们也领受圣灵 所以圣经里面我们看到一种查验的关系 是不是同感一灵 而在同感一灵的当中是高举基督 荣耀基督 所以在灵里面这些假先知 是背弃真理的 好这是很吊诡的一件事 他高喊真理 但是他背弃真理 假先知的教训可能完全正确 他的讲道的内容 可能也完全的我们所谓正统的教导 但是耶稣要我们查验是他的为人 是他的生活 是不是虚伪 是不是阳奉阴违 是不是人前一套 背里一套 而我们基督徒是行走在光明当中 中国人讲 中国人讲君子不欺暗事 所以一个基督徒有主圣灵的同在 不管人前人后 我们的心思意念是一致的 虽然偶尔被过犯所剩 但是我们对罪恶是敏锐的 是会认罪悔改的 而假先知是刻意的包装 你根本无法探究他的生活 他隐藏起来 你不能跟他一起生活 因为会曝光 但他搞一些神秘的一种方式 好像他就 我们就只听到他的言论 甚至他的一些表演 今天不要说 这个耶稣的时代 今天更是末世的时代 在教会间 也充滞的类似好多的假先知 到24到29节 耶稣又讲了两等根基 人就这么一生 我们要怎么样活出生命的意义呢 我们的人生难道就像老雅各所讲的 一生叹息吗 唉 人的一生就在三秒钟过去 完全没有任何意义 只是非常的虚空的叹息 我们的生命是要有根有基呢 还是只是外在的一些假象 我们只要在乎外在的一种 人家的赞美吗 人家的奉承吗 我们还是在生命之道 在主的生命里面 是有根有基的建造 我们是要做聪明的人呢 我们还是要做无知的人呢 要知道 我们今天听耶稣的道理 并不是只是为了让人说好说的 或听听说说 而是非常严肃的 让人做出生命的决定 我们听到不是让我们做判断 好或不好 哇 耶稣这次的比喻讲得好精彩哦 我们好像是一个评审在那里打分数 或者是用耶稣的道来指责旁边的人 你们做的怎么样 好像跟我们无关 我们好像很操拦 其实每一次的听到 都盼望是神的话的诈心 让我们可以实践 可以行动 可以做见证 当我们听完耶稣的道 就是要付诸行动的 所以我们敬教会 我们敬拜他 听道 我们出了教会 就是要做见证 将他的话语 在生活当中的实践 今天我们落岸 主的真理行在地上 是可以做到的 因为主说我们可以过在地如在天的生活 我们每次在做礼拜 虽然是在地上的礼拜堂 但却享受属天的生命 所以当我们听到我们阿门 我们接受 我们在回应的时候 就是将自己成为活祭的线上 所以听完道 不是只奉献 奉献不是只是金钱而已 奉献是拔不得 那个奉献在大得不得了 每一个受感动的弟兄姐妹都跳进去 成为活祭 主啊 我在这里求你使用我 主啊 我愿意改变 但是我做不来 主啊 你帮助我 主啊 你的圣灵引导我 充满我 带领我 这叫回应 不是只是唱唱诗歌 收收奉献 准备结束 所以听完道 要回应上帝的呼召 说我在这里 主啊 使用我 主啊 我们像小驴班 愿意来被你引导 如果我们不愿意按真理而行 我们就会被唾弃 到审判那一天 怎么会有主荣耀的冠冕 为我们带上呢 若我们愿意按照神的道 我们降服 我们顺服 我们认罪 我们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 让圣灵引导充满我们 将来在新天新地 有荣耀的冠冕 是为我们存留 为我们带上的 这在希伯来书讲的是非常清楚的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亲爱的好朋友 我们虽然听到耶稣非常浅显的比喻 很容易明了的 但不是只是让我们听听故事 耶稣是说故事的高手 但也不是让我们在这里赞叹他的精彩 而是听到我们的心坎里去 刻印在我们的心摆上 让我们回应上帝的呼召 我们阿门 我们顺服 就只把我们通过他的道 把我们带到在地如在天的享受 在地如在天生命的得着 是可以实践的 圣经里面的话语 都是可实践 可遵守的 上帝不会画一个空中的大饼 说你们要如此行 我们却做不到 我们不是在旧约时代守那些律法 我们乃是因着耶稣基督 在他的恩典应许当中 我们一定做得到 但是要被圣灵引导 被圣灵充满 好不好 亲爱的好朋友弟兄姐妹 我们在这一篇 耶稣的比喻的正道当中 提醒我们 我们也在祷告里面 来回应他的呼召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自身荣耀的父神 因着耶稣的比喻 直指天国的真道 那我们这群听到的人 仿佛两千多年前的那群会众 我们心中扎心 我们回应神的道 我们愿意成为活祭 陷在神的面前 听完道不是鼓掌说好 主啊乃是尾身 尾身在灵粮的供应当中 被分别为圣 在地上成为主极美的见证人 不是我们的靠自己可以做了什么 乃是奉主的名 我们来荣耀他 谢谢主 垂听我们的祷告 让我们心思意念的变化 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 阿们